解放军演习频率增加的同时 演习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 解放军报周五罕见发文 披露解放军过往演习中的假把式 和按照剧本走的漏袭 而习近平就任军委主席一年时间 多次视察部队提出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 对军队实战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分析认为解放军演习方式的转变 反映了中央高层制军思路的巨大变化 解放军军报周五刊文字接家丑 报告解放军演习中的打假案例 报道称 6月广州军区某装扎旅全体机关干部 接受集团军抽考 五公里武装越野成绩普遍好于平时 事后发现演习的实际路程比标准少了150米 结果耍小聪明的做讯参谋受到处分 被调离机关 全军特种兵大比武海上科目 日前在南海某海域摆类台 某参赛队在潜水区域的海底 悄悄做了点手脚 用于指引方向被当场发现 大赛组委会不留情面 当场宣判比赛成绩为零 取消参赛资格 而在解放军的一场大型演练中 某部悄悄增大目标上的反射面积 雷达搜索目标 如同拿起了放大镜异常灵敏 这种造假举动被导演部发现 结果该部主管被双双调离 解放军报评论称 在训练场弄虚作假 等同于战场投敌便捷 打赢先打假 只有举起从严至考的手术刀 才能倒逼出贴近实战的驯风掩风 主动造假毕竟是少数 军队演习中最常见的假把式 是按照剧本演习 演习便演戏 演习按套路出牌 严重偏离实战要求 军报报道称 某防空旅曾经有一个得意的招牌动作 在卫星将要过顶的时候 雷达收起 装备穿上伪装网 千人摆车 数分钟内就隐蔽疏散进茫茫丛林 然而这种苦练千百遍的应对方案 今年却被导演部贴上封条 导演部的理由就是 敌人的卫星过顶 有其固定路线时间 情报数据提前就要掌握 规避方法提前就要筹划 飞到头顶才抱佛脚的招法 岂不是自欺欺人 这种动作越是练得熟练 越是假把式 某团连续六年参加演习 每次都进攻同一座高地 似乎敌人永远傻乎乎的 驻守这个山头 而某州桥团架设副桥 为防止敌人精确打击 采取烟幕遮掌 非但伪装不成 浓重的皇物反而为敌人指示了目标 军报评论称 面对迷人眼球的虚花 其实只要我们坚持用实战的尺子卡一卡 用战场的X光照一照 一切假把式虚招数都无处遁形 第一个就是要教育官兵 要树立牢固的实战意识 要摒弃掉一些和平麻痹思想 第二个就是说 上级机关还有各级部队 都要加强对现代战争的研究 因现在从一些部队的 所谓的一些形式主义 还不是说是主观有意 而是说脑海里边战争意识不强 第三个就是要养成病重 是说脑海里边战争意识不强